9月12日起 中天綜合台 最新一季 中國好聲音4 車記錄器上 原本左前方直線前行的這台拖板車 沒想到下一秒 右側突然冒出一台機車 逼著拖板車緊急向左轉彎 但後頭長長的尾巴卻沒法跟著煞住 直接迎頭撞上了機車騎士 強大的撞擊力道讓安全帽整個飛得出去 車上物品也散落一地 還好奇蹟4的沒有生命危險 富人現場是有很緊張的感覺 就是講話有發抖 全身都是冒冷汗這樣子 第一時間趕到的救護人員 直呼當事人簡直命大 雖然逃過一劫 但現年60歲的這名陽性富人 身上多處擦傷和撕裂傷 傷勢嚴重的左小腿 更是深可見骨 警方表示富人沒按規定 兩段左轉才會釀成這起車禍 當時那個大型車是在高坪22路 因為內向車道還要閃避那個機車 所以他才是有甩尾的情形 警方針對司機酒車後初步排除 有酒駕 會在進一步詢問後 釐清肇事責任 記得高雄 綜合報導